内政部长李又昌上任后提出多项住宅政策规划 其中房贷族支持方案备受外界关切 李又昌在视察空警总队时表示 三年疫情冲击让很多人生活都相当辛苦 因此希望透过政府力量照顾更多人 包括拥有房子却生活得很辛苦的民众 特别这个房贷的这个支持的一个方案 其实是针对中低薪 但是他有房贷的一个民众 来给予一些支持 那我们后疫情时代 其实社会上有一群的民众 他虽然有房子 不过说是在他活得非常的一个辛苦 特别是因为最近有房贷利息升息的一个压力 李又昌进一步说明 所谓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方案的对象 是指一定年收入以下 原始贷款总额一定金额下的中低薪房贷族 他也驳斥网络所谓帮建商卖房子解套的谣言 因为支持对象是有房子但生活辛苦的房贷族 而不是未来要买房子的民众 针对的其实是一定年收入所的以下 另外第二个是他的当初原始贷款的总额 是在一定的这个金额以下才会适用 另外第二个他是已经有贷款的人 而不是未来要这个买房子的人 所以网络上有一些谣传说 这是要帮建商解套 其实是完全八竿子打不着 因为政策的一个目的是 针对原本就已经有贷款的人 但是并不是针对那个要新贷款 要买房子的人 所以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方向 刘昌也提醒社会上有一种族群叫边缘户 因为有不动产无法获得政府认定为中低收入户 结果获得比其他人更辛苦 也是政府急需照顾的对象 他因为家庭或者他个人 他有这个所谓的房产 所以在政府的一个认定上面 并没有办法把他认定为是这个中低收入户 那他的一个所得呢 就永远在这个中低收入户的边缘徘徊 那他虽然有所谓的房地产 不过他生活的其实是异常的一个辛苦 因为他得不到政府 对于所谓的中低收入户的这种支持 在他身上是得不到的 至于青年购物基金等与居住正义有关的政策规划 牛肠表示未来将逐步推出 也希望国人支持 让政府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道